在2020年的红场阅兵中 有一种特殊的载具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它拥有一个堪称臃肿的车体 但与之不相匹配的是 它的炮弹却出奇的小 这种独特的小头载具 被称为2S38偏流 据悉这将是俄罗斯用来替代 R46等野战防空系统的新一代自行防空炮 那么它究竟有何种能耐 以至于可以成为挑起防空大量的主角呢 2S38偏流PVO 是一种俄罗斯自行研制 设计并生产的自行防空炮 作为新一代自行防空炮 偏流也秉承了车组的理念 里乌拉尔机车车辆厂设计和制造的 BMP3步兵战车位底盘 在其上安装低炮面无人炮塔 并在无人炮塔内放置57毫米防空炮 以实现对空中目标的打击 其射击的用途是打击无人机 巡航导弹 空对地导弹 攻击机和直升机等空中目标 具有全天候作战能力 并且可以在复杂电磁环境下 依然进行战斗 在静止或者行驶状态时 均可以对目标进行开火 武器方面 偏流搭载了一门57毫米RA90机炮 带有稳定器和热成像 可以发射无线电进炸榴弹用来防空 并且它的对地弹药种类也不少 有高爆弹 全口径穿甲弹 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等 该炮射速为每分钟120发 车向被弹148发 有趣的是 这门RA90机炮采用了自动装填 它的装弹机非常有趣 在大体结构上 可以看作是T64和T72等 转盘式自动装弹机的变体 但不一样的是 由于装载在RS38上的 57毫米RA90机炮 需要更大的射速 所以2438采用了特殊的侧面装弹设计 这样就保证了 火炮在任意抚养角度下 自动装弹机都可以可靠装弹 在无人炮塔的加持下 2290机炮的抚养角 为-5度到正75度 虽然抚角依然是 苏维埃永不低头 但好歹羊角 总够打击任何凌空的飞行器 而且由于57毫米炮弹的体积 要远超于现有的 20毫米 30毫米 以及35毫米自动炮的炮弹 所以2438的射程也相当远 左右4500米 在这个距离上 它可以直接威胁到 还在使用TOW式导弹 进行空射反坦克任务的直升机 在火控设计上 2438也有相当程度的创新 它和传统的自行防空炮不同 它的主要基站手段 不是雷达 而是光电系统 它具有一个OES OP 光电探测和瞄准系统 它具有一个泛用搜索式通道 以及一个窄锁定通道 对于小型的无人机 例如典型的 1乘3米的单兵无人机 它的搜索 并且确定目标的距离 在700米 而如果是根据 其他方式回船的目标信息 使用窄通道对目标进行锁定 那么这个锁定距离 将会飙升到 左右4.9公里 这还仅仅是对 红外特征和光学特征 都极小的单兵 抛射无人机而言 如果是对于 近地支援的攻击机 那么这套搜索系统 发现距离将更长 比如对于A11类的目标 搜索通道 可以在6.4公里远的距离上 准确识别而锁定模式 则可以在12.3公里的距离上 就开始计算设计猪元 就具体三述来说 它的热成效系统 允许在10公里上 以80%的概率 检测出2×3×2×3米的目标 并且可以在4公里处 识别出具体的目标类型 使用光学系统 而非雷达系统 来锁定目标的最大好处在于 可靠性和隐蔽性极强 由于外国的野战防空系统 多用雷达进行目标探测和锁定 所以现在的飞行器 不仅安装有雷达靠近器 还安装有先进的干扰装置 如果野战防空系统 使用雷达锁定目标 那目标的雷达告警器 就会提示飞行员 你已经被雷达锁定 那飞行员就会针对雷达锁定 做出相应的规避 而如果使用红外锁定 那飞行员根本不知道 自己被锁定了 这也就为地面防空系统的偷袭 遭到了先敌发现 先敌开火 先敌击落 总的来说 这套武器系统 对有人驾驶飞机的 有效拦截距离 为200米至6到8公里 对无人机的 有效拦截距离 为3到5公里 比较有趣的是 也是和其他自行 防空炮不同的是 2438在炮台右侧 安装有一个 和主炮共同复养的 机枪吊舱 其中安装有一艇 7.62毫米PKT机枪 用来压制近距离的步兵 在动力方面 2438偏流的底盘 基本上是使用了 BMP3的底盘 它的防御能力 以及机动能力 和BMP3区域一致 它的全整备重量 为21.5吨 发动机提供500马力 公众比为23.26 拥有70的前进急速 和20的后退急速 和BMP3一致 但有些麻烦的是 我们都知道 在苏联传统的设计中 BMP系列步兵战车 都拥有无需准备 就可以进行幅度的能力 但比较有趣的是 使用57毫米 R90机炮的武器系统 加上如此直落的备弹 它的总重量 要远远高于100加30的 原装BMP3武器系统 这就导致 如果不改装底盘 那么2438进入水域的瞬间 就会直接沉底 不得已 2438只能在两侧挂上浮箱 用来增加额外的浮力 以便让2438可以不经准备 在平静水域进行幅度 这也是为什么 它的外观呈现身子大 头小的问题 这些浮箱实际上并不提供 任何的对动能弹防御力 或许对RPG之类的武器 能有一点点的效果 不过目前 没有任何的设计测试 证明这一点 最后2438的内部设计 也非常具有开创性 2438只拥有BMP3底盘的外壳 内部的设备 基本上经过了重新设计 尤其是成员的布局 2S38拥有三名车组成员 分别是车长 炮手和驾驶员 三人并排坐在车体前方 而炮塔则是采用了无人射击 低炮面保证了其较低的备弹面积 在特殊情况下 2438可以谨探出炮塔射击 通过地形来保护车组成员的安全 其实我们都不能发现 2S38是一个特立独行的 自行防空炮系统 它完全摒弃了20世纪80年代 通过小口径破片弹 在高速飞行器面前 拿出一道弹幕 试图通过碎片 来击伤或者击落 敌方飞行器的想法 转而使用了大口径思路 试图做到一击必杀 实际上 这不仅是一种复古潮流 还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在最开始的防空炮 基本上都是以大口径为主 这样的传统 自人类第一次防空作战 就已经开始了 最早的人类已知的 通过地面武器 射中空中武器的案例 要追溯到1870年的普法战争 在普法战争期间 双方大规模 使用当时新兴的热气球 来为炮兵提供超视距校正 或者是配合望远镜 进行远距离侦察 当然 双方也开发了热气球的新用法 在普法战争 法军被围困在巴黎之后 他们试图通过 放飞载人的热气球 越过普鲁士的包围圈 然后向外求援通信 鉴于这种全新的地体战斗 古斯塔夫·克鲁伯 在马车顶部 安装了一门改进的 一棒炮BAK 用于击落这些气球 它的全名就是气球防御炮 或者被称为BAK 而最后 在一战时期 英国人通过放大 马克星机枪的结构 制造出了QF1棒砰砰砰砰 这可以算得上是 人类历史上 第一种连发防空炮 当我们把时间 调到冷战时期 在一开始 双方依然是使用着 中口径防空炮 担负着主要的野战防空任务 比如在冷战早期 美国使用的是 M-42出身者自行高射炮 骑上安装的是 双连装40毫米伯夫斯高炮 而作为对手的苏联 则是使用ZSU-572 这是一种在T-54坦克地板上 加装防空炮的举动 我们不难发现 这两种防空炮 不仅是基战术水平一致 就连使用的方式也相当一致 这些高炮并不能独立使用 因为它们没有单独的雷达系统 它们需要组成防空阵地 所以使用这种中口径火炮 作为防空炮的理由 也很显而易见 因为中口径火炮会有更多的破片 在弹幕机群射击下 多门火炮拉出的破片云 总有重合的地方 可以严重毁伤敌人的飞行器 但这个毁伤原理是有速度上限的 原因也很简单 当飞行器速度加快 那么在单位时间内 高炮投射的火力密度就会减少 所以飞机就有可能穿越高炮的破片弹幕 而无伤通关 另外一点则在于 即使使用了雷达射控 但此时的高炮弹药 还在使用着定时引信 雷达只能预测飞机的直线飞行路径 并且根据这个数据 给炮弹定时 而当飞机机动规避时 雷达射控给出的数据也不一定准确 这就让命中敌机变得难上加难 此时各国开始不约而同的 开始研制小口径高炮 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弥补 大口径高炮加破片 加定时引信所带来的 精准度下降的问题 小口径高炮一般自身拥有雷达 可以不依靠集中雷达射控 拥有独立作战能力 他们的思路也很简单 在这个时候 各国已经拥有了 射程几十公里的防空导弹 所以小口径高炮 相较于中口径高炮 射程短射高低的问题 并不会非常明显 因为防空导弹会击落 每一个试图爬高 躲避小口径高炮杀伤区的飞机 当飞机被导弹压入1500米以下 那就是小口径高炮的天地 他们的炮弹多为20毫米 较为典型的有美军的M163 以及苏联的ZSU-234 他们的炮弹并不具备定时引心 或者VT引心 而是通过在飞机来袭路径上 泼洒足够的弹药来换取命中 他们的高射速也就意味着 只要敌机在弹幕里被命中一次 那么他也会被弹幕中的其他炮弹 同时击中2到3次 这就是高射速带来的好处 随着时代的发展 武装直升机和反坦克导弹 也逐渐出现在战场上 小口径高炮两公里左右的斜距 根本威胁不了这些躲在四五公里外 发射反坦克导弹的家伙 所以各国工程师又开始动脑筋 此时发展路径就开始分道扬镳 苏联人觉得既然高炮够不到 那可以加导弹 于是苏联针对ZSU-234 石勒喀河自行高炮 射程斜距不足的问题 为其加大口径 使用了两门30毫米加斯特原地机炮 在保证近距离击落能力的同时 还安装了多达八发防空导弹 这也就是2S6通古斯卡弹炮合一系统 它同时具备了对远距离目标 和近距离目标的多层次抗击能力 而北约这边的思路则很简单 由于有空中优势的存在 所以炮弹合一的思路并未出现 相反的是 设计师们通过增大炮弹口径的方式 来增加发射药 从而增加射程斜距 也此为代表的 就是使用厄力孔35毫米机炮的 猎豹自行防空炮 但这还没完 由于上世纪80年代 电子工业的长足进步 设计师们又捣鼓出了一种新弹药 并将其小型化道35毫米炮弹足以容纳 这就是阿海德H1AD防空弹药 它通过炮口的电磁线圈 为弹药装定起爆距离 说来玄学 但本质上H1AD就是一种空爆流线弹 它的好处在于 猎豹的雷达可以随时测距 为电磁线圈补充设计参数 所以H1AD弹药可以以秒为单位 更新设计猪元 从而在敌机的飞行路径上 展开一道密不透风的墙 而这种弹药也代表了 目前自行高射炮防空 所使用弹药的最高水平 以上就是2S38偏流出现之前 世界防空火炮发展的样貌 那2S38又经历着什么呢 首先就是我们说的 对于防空雷达的问题 敌机在捕捉到防空雷达信号后 往往不会选择硬碰硬 而是呼叫SAAD单位 对防空阵地进行压制 击毁高炮或者导弹之后 再进行空袭 所以在现代防空条件下 雷达反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累赘 其次 磨高一尺道高一丈 针对于层出不穷的防空武器 尤其是低空威胁最大的 自行防空炮 以及近程防空导弹 现在的战机 要么是结构扛 要么是装甲扛 苏-25已经在俄乌战场上 展示了多次 被多次导弹命中之后 依然能飞行的能力 而对于直接对抗高炮的 武装直升机而言 直升机装甲 现在的基本要求 是抵抗12.7毫米机枪子弹 虽然被高炮命中 依然会被击毁 但直升机的抗坠毁性能 依然可以保护成员 更不用说 现在直升机所携带的导弹 理想射程动辄6-8公里 即使是35毫米 HEAD弹药 也无法有效对抗这些直升机 所以RS38偏流 就是完全的剑走偏锋 使用57毫米火炮 虽然因为导弹体积 导致射速有所降低 但它并不追求 通过高密度破片来拦截地机 相反 它追求的是一击必杀 因此 它的主要防空弹药并不是HEAD 而是传统的无线电引心 进炸榴弹 这样一来 可以最大的保证 炮弹内的装药 产生足够的破片 对于大型飞行器来说 只需要一发57毫米炮弹 就可以击毁A10这样的重甲目标 而对小型飞行器 比如俄乌战场上 最常见的无人机来说 使用VT进炸引心 也要比HEAD弹药好得多 因为无人机体积太小 在电磁复杂环境下 雷达无法有效锁定目标 这就会导致依赖于雷达 装定空爆距离的HEAD弹药 出现早炸 晚炸 甚至不炸等一系列问题 而VT则没有这个问题 RS38的火控 采用光电 红外锁定 并不负责为炮弹装定起爆距离 VT引心的原理是 只要打出去 保险解脱之后 只要旁边出现任何东西 它都会爆炸 这样一来 火炮只需要指挥 炮弹打到无人机旁边 接下来 炮弹就会自己爆炸 用破片击落无人机 这种可靠性比复杂的HEAD弹药 要有用得多 虽然火力军非常看好 RS38的前景 但比较疑惑的是 俄罗斯人似乎并不想 单纯制造一种 他们宣传中 替代RS6通古斯卡的 自行防空炮系统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 最明显的问题是 RS38的57毫米炮 除了HEVT无线电 引线榴弹之外 甚至还出现了 唯一稳定托克穿甲弹 这些穿甲弹 可以毫不费力地 击穿主战坦克的侧面 而很显然 一台自行防空炮 是不需要具备这种能力的 更不用说 RS38的炮塔 除了57炮以外 还安装有近距离 驱散步兵的PKT机枪 这很显然 也是防空炮用不上的配置 另外一个疑点在于 虽然RS6通古斯卡 炮弹合一系统 它装备的两门 30毫米加斯特系统集炮 射程较劲 但它还有射程 可达10公里的 9M311M1防空导弹 可以有效对抗地狱火 长钉这种远程反弹克导弹 但RS38的57毫米炮 做不到这点 按照传统 57毫米炮的射程协据来推算 它的有效射程 至多不超过5公里 很难在现代空地对抗中生存 而且对于一种 自行防空炮来说 它的弹药储备 也实在是太少了 总备弹只有约200发 而与之对比的是 RS6通古斯卡 它的30炮备弹 是充足的约2000发 所以它对于地面部队的 防空平护 能维持多长时间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综上火力军大胆猜测 RS38是一种类似于 美军M2ADATS摄像中的 既可以对地 又可以对空的 多用途武器 它既可以使用 57毫米炮穿甲弹 来清扫地面单位 又可以使用其对空火控 对5公里内的飞行器 造成严重的威胁 总的来说 这个想法是好的 但很显然 俄联邦最翁之翼不在酒 根据一些信源显示 俄罗斯国防工业 已经根据R190 57毫米火炮 以及2438的成熟经验 开发出了类似于 100加30 瓜原U武器综合体的 AU-220M 贝加尔湖五人炮塔 使用57毫米火炮 这个武器站 可以被安装在 BMP3 BTR82 或者是俄军最先进的 阿塔玛底盘的 超重型不战车 T15上面 你们觉得 2438是一种全新的武器 还是只是一种新的 武器实验车呢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还有什么 需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视频见